男孩无意间看到父亲居然偷偷和请来的护工搞在了一起 而他的母亲几个小时前才刚刚去世 不久前母亲查出癌症晚期已经时日无多 父亲请来一个女护工负责照顾母亲 护工每次来给母亲送药 二哈都会冲着他狂叫 似乎是嗅到了什么意味 护工解释道 他平时经常去帮助流浪动物 可能身上沾了其他狗子的味道 护工催促着男孩赶紧下楼 他的弟弟一直在等他去打篮球 男孩前脚刚走 护工后脚就拉上了病房的窗帘 再回来时母亲已经陷入重度昏迷 只吊着最后一口气 事实上母亲在药物的控制下病情早已逐渐稳定 可自从女护工开始接手照顾 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 最后在护工的精心照料下母亲不幸去世 男孩怀疑是护工害死了母亲 结果当天就看到父亲和护工在车上开展扑克计划 这更加坚定了男孩心中的想法 回家后他和父亲大吵一架 说出了护工杀害母亲的猜测 还指责父亲给母亲的不忠 父亲却觉得儿子的猜测太过荒唐 还主动交代了与护工的恋情 父亲说 我知道母亲的死给你带来很大的阴影 可生活还要继续 你更无权干涉我追寻新的幸福生活 而男孩的弟弟居然很赞同父亲的想法 有了小儿子的支持 父亲更是明目张胆地直接把女人带回家同居 男孩看着眼前的继母 脸上写满怀疑和厌恶 继母见状主动向两个孩子示好 还说会像亲妈一样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 弟弟直接接受了继母的好意 男孩却对这个陌生女人始终抱有恶意 家里没人理解她 她只能跑去和女朋友抱怨 在女朋友面前说尽了继母的坏话 女朋友都听不下去了 觉得她始终沉浸在母亲去世的悲疼之中 所以心里出了问题 总是把别人往坏处想 经过女友的开导 男孩也觉得自己可能有些过分 于是晚餐时主动夸赞继母做的饭味都不错 这时家里的狗子突然狂吠 继母说狗子可能需要出去大小便 还主动揽下了每日遛狗的火 晚饭后男孩突然感觉到一阵剧烈的肤痛 与此同时外面传来继母的哭喊声 他们跑出去一看 竟看到的是狗子的尸体 后妈只是出去遛狗一分钟 回来后陪伴男孩十多年的爱犬 就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 小狗全身鲜血淋漓 后妈说狗子一出门就正拖了绳子 冲到汽车下面被拧压 男孩看着后妈那虚伪的面孔 刚对后妈建立起的好感瞬间全无 他认定了是后妈偷偷杀死了狗子 就像他悄无声息地害死自己的母亲 看到后妈无辜的神奇 父亲为了维护妻子命令儿子闭嘴 这时剧烈的肤痛再次发作 父亲赶紧把儿子送去医院 儿子坚信是继母在他的饭菜里 加了什么东西而导致中毒 可经过检查后 他没有任何食物中毒的迹象 也没有得任何肠胃疾病 奇葩父亲居然认为 他是为了博取关爱故意装病 男孩简直百口难辨 他试图让父亲理解 最后跳楼自杀 所以父亲怀疑男孩也遗传了精神病 如果刚才不是装的 那就是他精神和心理出问题产生的幻觉 回家后男孩也开始陷入自我怀疑 难道说因为母亲去世给他的打击太大 所以精神恍惚了 晚上他无意间听到继母和父亲的谈话 继母提出应该把儿子送去精神病院 因为这种病一旦发作起来 身边的人都会有危险 父亲却说想要再观察观察 从那之后男孩整天把自己关在卧室 都不敢随便出门 生怕自己会突然发病迫害别人 男孩表示感谢后心中的第六感令他十分不安 这里面绝对有猫呢 男孩看着后妈送来的燕麦粥总感觉不对劲 想起之前放后腹部出现巨头 他怀疑里面被吓了毒 凑近一文味道果然有些奇怪 他赶紧拿出文具盒将燕麦粥倒了进去 准备送去检测 出门前后妈看到他的书包在滴水便想帮他擦干净 男孩慌张地打发了后妈就匆忙离开 后妈蹲下一看 发现地上滴落的正是自己做的燕麦粥 他瞬间明白了男孩匆忙出门的原因 男孩找到女朋友请求他帮忙把燕麦粥送去检测 女友完全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继母根本没有理由去毒害他 既然已经成为了一家人 大可不必互相猜忌 看着男孩癫狂的样子 女友也认为他得了精神病 还一把推翻了盒子里的粥 男孩觉得自己不利无缘没有任何人相信他 所以再次陷入自我怀疑 晚上后妈做好晚餐 男孩看着丰盛的餐食迟迟不肯开动 还提出想要和父亲交换 却被后妈阻止 理由是给父亲做的牛排是三分数 过于生冷不适合男孩 男孩表示没关系 后妈却突然大发雷霆 看到后妈恼羞成怒的样子 男孩已经基本确定了心中的猜测 他端起牛排跑到厨房 把后妈给自己准备的所有食物 统统倒入塑料袋 准备立刻拿去做检测 父亲上前阻拦被他用力推开 连弟弟也不停地为继母说好话 为什么两人宁可相信一个陌生女人 都不愿意信任自己 男孩气急半坏举起了刀 警察的男孩 男孩冲进后妈房间反锁了门 在里面寻找下毒的蛛丝马迹 父亲一脚踹开大门 劝他不要再发疯 男孩快要崩溃 不知那个女人到底给父亲 吃了什么迷魂药 继母的再次出现让男孩彻底失控 随后警方已故意伤害逮捕了男孩 父亲请的律师告诉他 如果男孩可以自己承认患有重度精神疾病 才可以免受牢狱之灾 连亲弟弟都劝告他 如果不承认精神病 自己就只能帮后妈指证他故意伤人 虽然男孩坚信自己心里很健康 但现在所有人都认为他有病 一个正常人就是这样被逼疯的 在法庭上父亲和后妈口述了 关于男孩各种疯癫的症状 男孩终于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一年内父亲和弟弟从未探望过男孩 直到这天继母突然到访 告诉男孩他的父亲再度蜜月时 突发心脏病不幸离世 他的弟弟半年前也患上了胃疼 和他当时的症状一模一样 恐怕也命不久矣 男孩听后勃然大怒 恨不得立刻杀了这个恶毒的女人 却再次被医生当作精神病发责 死死案在地上动弹不得 为什么不论一家人还是外人 都始终不肯相信男孩 究竟是继母心狠手辣却善于伪装 还是男孩真的患有精神病 自行把继母想象成可怕的毒术呢